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行动实验室要带您到中研院位在伊兰郊西海边的临海研究站 里面是有针对各种水产生物的研究 而在户外的养殖区则是有各式不同品种的鲸鱼 研究员也为我们揭开了双插尾金鱼为期开场的秘密 而另外还有小小一条的文昌鱼 进而还暗藏着脊椎动物早期共同祖先的演化密码 到我们的镜头带你了解 我们现在来到临海研究站的户外养殖区 后面可以看到有好多的养殖槽 里面都养了不同的鱼种 那现在看到这一群养的是鲸鱼 我们就找到了鲸鱼领域的研究专家 TOP1的泰田老师 你好 泰田老师好 您研究这个鲸鱼主要是在研究什么呢 鲸鱼的背带发育跟研化学 对 所以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种类的鲸鱼吗 对 那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咯 各种不同品种的鲸鱼 色彩绚丽 形态优美 由于鲸鱼容易饲养 相当受到人们的喜爱 为了观赏鲸鱼多层次 尾棋游动时飘逸的梦幻感 鲸鱼似鱼专家很早就开始培育尾棋开刹的双叉尾鲸鱼 泰田青野研究员的团队2014年也证实 鲸鱼的双叉尾是源自于基因突变 影响背负型化发育所导致的结果 另外这一区养殖的蓝兽 别看它小小一只 食量可是很大呢 那老师我们看到里面这有一点一点黑黑的 这都是它们的扁扁吗 对 它们的内脏的系统不一样 所以它们一定每次每次吃东西 我们也特别留下来 钢子旁边的藻类 对 所以这些藻类都是 万一你们喂它东西不够的话 它们还可以吃旁边的 那我们看到里面有背起的 也有没有背起的这个鱼种 那它们平常这样生活在一起 会不会什么打架 对 要小心 所以特别背起没有的鱼是要分开羊 老师我们看到这边有一缸上面写 隔离检疫中 它们该不会种了COVID-19吧 不是不是 它们是有可能西中还是病毒感染 还有寄生种在钢子里面有可能有 所以我们隔离起来 看完了室外试验池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体型更小的文昌鱼 它身上竟然藏有几所动物祖先 演化的密码 我们可以开灯看一下 其实每一个箱子里面 就是都有文昌鱼 那现在还不是它的生殖剂 它还在持续地累积它的生殖线 那大概到了夏天的时候 我们就是可以开始拿到它的这个静卵 就是要模拟一个晚上的环境就对了 所以这些都要拉起来接光 对对对对 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每一个箱子里面 大概有100只到200只左右的文昌鱼 那我们同样 我们会在这个水缸里面放一些沙子 模拟它自然生活的环境 就是那黑黑一眼的 其实就是它原来它头钻出来的那个洞 因为现在有光就缩回去 可是索任我们真的很难想像哦 要怎么样从这么小一条的文昌鱼 然后来探讨说无脊椎生物 跟像我们人类的起源演化 可能是有关联的 对所以我们可以用显微镜来观察 看它的细部构造 然后来跟脊椎动物的这个构造来做比较 这边就是它的塞裂 这是极锁动物的重要特征 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尖尖的地方突出来这个 然后沿着它这个肌肉的下面这样一直进去 这一条东西就叫做极锁 我们其实也是极锁动物 但是我们的极锁只有在胚胎的时期看得到 有存在然后但是随着我们身体脊椎动物的胚胎 继续的发育其实我们的极锁会慢慢的退化掉 然后跑到我们的椎间盘 极锁动物的共同特征是在个体发育过程或某时期 有支撑身体的极锁 背神经管脊椎动物 例如人类 又多了脊椎骨和发达的头部 虽然有一个很明显的前端 但是我们看不到有非常明显的像盐 耳 口 鼻 这些复杂的感觉神经系统 文昌鱼的这种状况很有可能就是代表 在早期的极锁动物演化的过程里面 脊椎动物的早期的共同主线可能就长得很像这个样子 经由对文昌鱼胚胎发育机制的研究 来了解极锁动物发育的共同基础机制 文昌鱼与脊椎动物的比较研究 也让我们更了解脊椎动物体制特征发育的起源